作词 作曲 李宗盛 这篇信息就是神对我们的子与牧师说 我们这个教会的人是那个灵修不够 不知道这句话有没有震撼你的心 神 那至高的神 我们一生所捐忠的神 却说我们不够灵修 所以记得这句话 第二 有些弟兄姊妹就很怕 灵修有时间了 他说每个人最低限度要半个小时的灵修 所以今天这个题目就一定要讲灵修了 不单止我们中文堂讲灵修 英文堂也是一样 就是神对我们的富汗 他里面是为了那个爱 来呼求我们做到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看见呢 那是很难的 我们人呢 读信经一报十行 一天读十章二十章 哇 以为自己很熟灵了 第二天读两章 第三天没有就忘记了 那因为我曾经试过 在我以前的那日 我是一个 我是三十多岁才开始爱神的人 我以前百分很多的时候 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呢 牧师讲几句 要回去读圣经 我真的读了 读了一二十章 你们自己真的很不得了的人 很快又忘记了 为什么 生命在神里面没有扎根 你没有看清楚 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你没有看到你自己生命的位置 你是很难爱神的 但是我也从来没有听过神叫我 我们要灵修 所以这次叫我很扎心 从天上来的言语 叫他一般所爱的人 要付向灵修的代价 不是一分钟两分钟 是半个小时 读信经 要祷告 又要用悟性祷告 又要用放眼祷告 又要等候神 其实半个小时是很短的时候 你试试看 半个小时是很容易过的 很快的 其实这个要求最低限度是一个小时 那我们做工啊 怎么能有小时啊 能够时间抽出来啊 就是你看你对神的爱多少 什么叫做灵修 就是灵里面 让神来收改你 让神来雕夺你 在灵里面 让神来 就是塑造你这个人 好 不知道有没有 没有啊 有啊 谢谢 那么其实叫我们读信经 爱你好像呢 你看看 你如果爱一个人 你的活着就是为他活了 对吗 你的吃的东西 他喜欢什么 你都要什么 他的颜色 喜欢你穿什么 你就穿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爱他 今天如果你爱神 这是神的话 你要不会读呢 好 我们看看 其实呢 那我们看看现在这个话 就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 第十二节 其实这段话 大家都很熟 也是我很喜欢的一段话 非常喜欢 我们看看 不管怎么样 你都要把他背下去 一次背不了 其实读十次 你就会背了 我们看看 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对不对啊 好不好啊 够不够啊 够不够 够啦 我这几天想想 神 独性境就是神的话 又活泼的 哎呀 很好 不是很闷 这个意思 是不是 对你不很闷 就是叫做活泼 不错 神的话 非常好 特别是看看那个 马太福音啊 那个路加福音啊 很好 要看看 看看大威 撒姆尔基 他也不错 非常容易读 对吗 但是对有一点 不太喜欢 但是这里讲得很清楚 西北来书说 神的道是活泼的 啊 很开心 就是你读来的时候 叫你心里边跳跃 很开心 还有 又有功效的 喜欢吗 发现也很好 所以我昨天一想 再看看 神的道又活泼 又有功效 那我们一定喜欢读性经了 我告诉你还没有一定 你看后面那句 就是我最喜欢那句了 就是后面那句 离你的魂 你的灵 骨节和骨碎 都能够刺进去 又能够否开 这句话容易啊 你喜欢有些话 进到你生命里边 那个骨节 那个骨头啊 都是这样的 进到里边 你的骨头跟骨碎 都要分开了 那个话要在你生命里边流出去的 你喜欢吗 痛不痛啊 我感觉这是神话的灵的工作 所以神的话不是在你生命里边很好啊 你也叫我快乐 你也叫我快乐 又活泼 又有功效 就够 绝对不是 神的话是好像一个利的 剑 封印的 分开 当你的灵跟魂能够很清楚的分开 你就是一个属灵的人 为什么我们常常不知道怎么样 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灵 也不知道什么叫做魂 什么叫做灵 是吗 你讲一句话 你能够分别 你讲一句话 讲一句话出来 你知道这句话是属灵的 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知道 你知道这句话属幼体的 知道吗 如果你真知道 这就是神在你生命里边工作到一点点了 以前我都不知道 我喜欢讲什么叫做什么 我嘛 我要讲我的说话 我要用我的言语来表达我心里边的感觉 但是一个属灵的人 绝对把你灵跟魂的说话能够分开 你真的属灵 我以前真的没有了 但是这几年 我真的很清楚 现在越来越听清楚 这句话绝对不是属灵 不是属灵来的 这是幼体来的 一听这句话是属灵 真的很清楚的 很清楚的 慢慢我们都会清楚 但是我这样就临行我 最好是怎么样 小说话 真的一个属灵的文物 这家家说很多的话 说不完的话 不是的 你想想 这句话应不应该说 这句话说了以后 能不能到上面都有价值的 如果这句话不能上到神的面前 还是不要说好一点 真的 所以真的一个属灵的人 话语一定很小的 我都看过几个属灵的人 像我以前有一个教配里面的一个 我以前几十年以前参加那个带领那个弟兄 叫做Sam Foy 他大家一同吃饭 他一句话都不说的哦 他就是最喜欢吃那个番茄 就是看着那个饭 就是吃 吃完了就算了 那么有一个弟兄跟他睡觉 一同睡 这是我们的饭弟兄 有一天跟他在一个房间 这以为他睡觉 讲很多话 也祷告到很长 也是教训教训 原来不是 他告诉我的 饭弟兄 他说一天晚上 一句话都没有说 他垂着自己扶在那个 他是那个sleeping bag 在那里 祷告 也不知道他做什么 祷告好久 也不知道他是睡觉还是祷告 就是跪在那里 那么看看他自己 就想问问他呢 一句话都没有说 就度过一个晚上 属灵的人不是很多话 就算你教导的话 都不是好多 如果你够力的话 一句话 就能够把人的骨头 跟那个骨髓分开 同样 也可以把你的灵跟魂分开 我等候在神的面前 我的心给神的话 涌发以包围 神啊求你帮助我们 这就叫做灵修 要读心经 读到神的话 能够把你分开 把你幼体跟灵分开 你讲一句话 想一想 这是属灵的 你就讲 不是 不要讲 如果是哆嗦 就是出于恶者了 所以这是心经的话 还有连你心中的思念 很主义 都能辨明 哦 这是神话的大能 如果你读神的话 就是好像青天点水的读去去 你就不能看到那神的话 把你的思想 把你的依恋 把你的主义 都要怎么样 分辨 这就是神话的功能 你如果能够摸到这一点 你真的不错 你想想 就是你的思想 你的意志 你的情感 就是从哪里来的啊 就是你的活 思想 意志 情感 神就愿意用他的话语 两眼的意见 把你的心思 把你的意见 把你的里面的主义 我要怎么样 我 我不喜欢 我就不开心 今天我很难受 今天我很快喜 都是你的魂出来的 当神的话进来的时候 一切属于幼体的事情 都会低头在神的面前 这是一定的 所以神这个灵修呢 就是叫我们读心经 读到神的话 能够把我们的灵 与魂分开 这支语常讲 那个鸟记就是这个 鸟记就是 神的话语出来 把我们的两样都分开 我们的思想 与我们的灵 与魂分开 呼呼 呼呼呼 在神的面前 亲爱的弟兄 姊妹们 你就是一个属灵的人 你就不 往 白费 在我们 在我们一个 神的家里面 这么久 如果你能够在我们家里面 我都想到 在我们家里 十年二十年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在我们的家里面 大家一同生活 听一样的道理 对吗 如果都不摸到神的话语 能够把你 从你生命里面 你的幼体跟灵 两个分开 而你复复在神的面前 顺服灵的带领 你真是世界 一个最可惜的人 那么呢 神的话语是这样 其实很多了 在讲灵兽里面 神的话语 神好像 耶利米第十五章十六节 就说 我做你的话 都是我的食物 神的话 都是天上的粮食 神的话 都是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 大家都知道 还有诗篇里面 一百一十九篇 神的话 是我们路前的灯 脚上的什么 光 神就是我们的光 神就是我们的亮光 而且我们的灯 我就跟你讲过 有一个人 他是读很多书的 他在感觉这个世界 黑暗黑暗黑暗的绝顶 所以他每天出来走路 他就拿着一个灯笼 点着灯 一天再走 人家在看你 小小的光 但愿神才是真光 但是我们是个小小的光 小小的光 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 就能够 人家就能够看到 真的很喜欢那个蜡烛 每一次看那个蜡烛的时候 我说 主啊 我但愿成了一个蜡烛 后面还有一句 立具性 富裕类其果 现在我就说 是的主 但愿我在你面前 用尽我一生 好像那蜡烛一样 你点眼我 叫我一生 无论到哪里 都为了你的明智的缘故 发出一点点的光 直到完全的失眠 直到我见你 其实这个很小的祷告 但是要放在你生命里面 每天放在你生命里面 我帮助你这个光场 照着一起 所以呢 你不要以为那个祷告 那个读性经 读性经很多的解痕 我那天就是那个 查经的时候我讲错了一个 这是讲的尼托生 他是109天坐在监牢 读了信经40次 这个数目是真的 我再翻翻看一看 一 宋上节 宋上节 坐在监牢里面 109天 读了40次 这个如果 是不是一个普通人能够做到的呢 你坐在那个神经便院那里 一天发疯了 对不对 你这只没有发疯 人家把你放在一个神经便院里面 你不发疯 敲门啊 啊 圣院啊 叫这个那个啊 为什么你们把我放在节里啊 多多事情 哪里会读信经 但是一个神所拣选的人 他就在哪里读了40次 40篇信经哦 就出门 就出离开那个煎熬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是一个神所拣选的人 你有没有羡慕 我们这么自由 你看看那个 那个旧的书 他里面最多的就是信经 旧信经 那些人死了 离开世界了 那个信经很大的 又有很美丽的 我没有钱买这么贵的 他都会怎么样啊 推出来推出来 这是没有用的 新年书的时候 买一本信经 很美丽 旺在哪里 是一个怎么样啊 装饰而已 但是我们讲的神的话 要放在我们生命里面 你看那个摩根 他信了耶稣我七年 他读了信经 他也是几十次 五十次 你知道他怎么样 他说主啊 我让你的话 读到进到我生命的心处 都要融化在我的血里面 也融化在我的血里面 也融化在我的肉里面 让我整个人能够住在你里面 这是真的属灵的人 你有没有说 愿意把神的话 读到你身体的深处 如果你真的读到 身体的深处 神会把你整个人生的改变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 真的 他一定会把你改变 因为神的话 对我们生命里面 是怎么样 他也扶持我们 也栽种我们 也培养我们 也改进我们 也收改我们 叫我们生命有所改变 这是神的话 所以我们要喜悦神的话 你真的爱神吗 讲什么圣经你都不懂 你怎么样说爱神的 对不对 试试看 好 我们看第二个 那再读圣经咯 刚才讲读圣经 现在在祷告 很多人 我说请你祷告 我不配 是吗 但是我如果教导你的 我不管你喜欢不喜欢 会不会 我说那都要讲 都要祷告几句 你从不会 就慢慢会 但是你看看杰林 你看 我们一同读好吗 来 放着我们的远约 有心灵帮助 我们本不晓得 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 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替我们祷告 见察人心的 晓得圣灵的意思 因为圣灵叫做神的旨意 替圣徒祈求 所以这个说我不会祷告 是不是一个理由 不是 这里讲得很清楚 我们是远约的 我们是不会祷告的 我们很会讲话 讲自己的话 对吗 我们保护自己的话 不让自己受伤 那个话会不会说 会了 特别是做工的 上班的人 对不对 上班的人叫你讲几句起来 你一定要讲到自己怎么样 意见 给别人告 对不对 很会讲的 保护着你自己 把你自己提醒你自己 这些都是我们在诗迹上所学的 真的 我们很有本领的 但是一说祷告我们 我们不会 这好像这个是一个答复 而且我们祷告呢 十年都是一样的 你像不像一样 不像一样 有一个绿晕机 你十年以前 路一路 你怎么样祷告 十年以后 你要听听你的祷告 要看你有没有进步 一听就知道了 常常一样 有一天 我就去看一个弟兄 他的生病 我就去看他 他本来在我心里面感觉的 都是一个很爱神的弟兄 离开我 十多年了 当我那天看到他 他很高兴 给我讲了好多的话 快乐的不得 我马上说 我们那一同祷告啊 他说你祷告了 我说你祷告先 我一听他的祷告 马上知道 他的祷告 跟他我以前 十年以前 叫他信耶稣那个时候的祷告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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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一样 那我也不怕 我也告诉他 我说 弟兄啊 好像还是一样的 你没有多大进步的 他说不是啊 我怎么样怎么样 我说不是哦 还是好像一样哦 对不起 我是见你 很久没有见你 五个年 一见面 他说 我说 你慢慢祷告 你自己祷告看看 还是十年 十年 二十年 你的祷告还是小孩子 一天求神 祝福我啊 祝福我我我 哦 就是祝福你 你在生命里面 你只想到你自己 从来没有想到 神的国度 神的荣耀 神要怎么样 执着你活在地上 能够带出神 要我们做的那一份 你都完全没有 见到 十年的祷告 所以这十年 也许把你吓死了 不相信的话 你今年祷告一次 明年啊 看看你没有搞 好吗 我们这里 神的家 有一个学校 你学 要学得好 不要一天想着自己 一个祷告 年轻人一天要考 读书好啊 怎么样怎么样 都中年的时候 让我事业高 我家庭好啊 儿女听话 做工有顺利啊 又能够心急啊 对吗 都是对的 但是老年人的祷告呢 你一听 主啊 你祝福我身体健康 这是第一 可以 祝福你身体健康 对 你就证明你老了 对不对 以前我见到的人 都是祝福很多 现在我老了 我还感谢主 我不知道这是老的人 所以啊 过年啊 神祝福你 不是啊 我们最重要是健康 他提醒我健康 那我说 为什么各个都要健康呢 因为我所运势都是老人 因为我老了 他们大家一同老 最重要是健康 其实对我们最要的健康 但是年轻的时候 想都没有想 年轻啊 到50岁以前 你有没有想过病啊 我想没有的 什么就发烧 什么叫做 没有什么病的 到你60岁以后 被人黑眼了 是不是 病欺人 到处都是毛病 但是我们求主 叫我们健康 对 但是如果求主 叫我们健康 停在哪里 对不对啊 那么你一天健康 到100岁 200岁都这么健康 我告诉你 糟糕 时代 这个时代的过去 变成一 你一个人在哪里 有一天我妈妈说 她说 我们 她生日 她100岁生日 她说你要请人家来吃饭吗 她讲了一句话 深深地放在我里面 她说我所运食的人 跟我谈话的人 要好的人 没有一个在了 个个都回去 都离开 你要想这个话 你现在年轻的时候听一听得不错 有一天这个是真实的 她说哥哥都离开了 都没有了 说我一个都没有 就是剩下你几个孩子 我的几个孩子 几个孩子都很老了 好像我这样 亲爱的 我们迟在一天天过去 我们要祷告 祷告是什么 神为我们祷告 好 我们讲一讲这个 不知道怎么样祷告 那神呢 你记得神就是一个灵 神如果你不相信灵 那等于不相信神的了 因为神就是一个灵 信灵就是神 神 耶稣基督的灵 就是神的 他说你不晓得祷告 你看看 信灵称之 不是叫别人 信灵用那个说不出来的叹息 怎么样啊 替我们祷告 我真的不知道 他在这么叹息 在我们人看来叹息 但我不知道 但不管怎么样 就是信灵 用神的言语 神的叹息 操之也的祷告 就叫 来为我们祷告 如果单单这样停止在哪里 也没有什么意思 你看他怎么样说 他说 坚洽人生的主是谁 就是神 坚洽人心的主 就是神 就是我们祷告的对象 又晓得圣灵的意思 是你我不晓得的 是你我不晓得的 见恰人心的主 他就知道 我们的意思 怎么样呢 信灵的意思 那到底信灵为我们 怎么样祷告 是不是叫我们各个健康 各个平安 各个快乐 各个一帆风顺 是不是 不一定 你看 因为信灵 照着神的旨意 替我们祷告 不是你的旨意 你喜欢快乐的吗 但是 主啊 叫我快快乐了 一无所缺 信灵就是为你这样祷告 是不是啊 我也希望 不一定 信灵照着神的意思 如果神现在要照旧你 要改变你 要压碎你 他就不是这样 他就不是这样祷告的 他就说 神啊 你用你的慈爱的手 把他拖住 当他在这个 这么痛苦的日子里面 你加给他力量 这就是神的 信灵的祷告 我们的祷告 神啊 让这个根次 快点的离开我 要在这个难处 快点的离开我 我要一份工 你马上要给我一份工 那信灵不是哦 神让我需要一个男朋友 你马上给一个最好的 我全世界最好的 好像是 我想信灵不会这样祷告 如果信灵为你祷告 神啊 你就给他一个合适的 那个合适的不一定是你喜欢的哦 也许是黑的不一定哦 白的也不一定哦 绿的也不一定 红的也不一定哦 不一定是你喜欢的 但是这是神按照他的旨意 为我们祷告 我告诉你 这是最美丽的故事 最可靠的有完 这就是神最爱你的说话 听到吗 他不是说神啊 我今天要发财 神啊 马上 信灵说是啊 神 信灵就说 哎呀 so and so 很希望发财 你给他的发财吧 我想他不会 也许是other way 也都不一定 所以今天 神为我们的祷告 就是信灵 从心处 发出他的信音 带你祷告 是按照神的旨意 不是按照你的意思 神的我不喜欢这样 我不喜欢那样 不不不 神不一定 所以我们祷告 要按照神 叫我们祷告 但愿我们祷告 最重要是要成 要单纯 还要成 对不对 在我们里面的祷告 在这个我讲的灵修 这半个中题以后 我们要单纯的在神的面前 我们要成心的在神的面前 祷告是亲近主 也是你摸到主的心 摸到主自己 也摸到神在你生命里面的主权 你就不会怨天埋人了 就不会了 不单只有祷告 还要有放言祷告 对吗 我们也学习要放言祷告 现在我心里面说 本来半个小时 我说主 让我有一个小时的放言祷告 因为你要灵开 你的灵的眼睛又开 你要看到神的荣耀在你生命里面 你真的要放言祷告 而且不是这样两句 一个小时了 试试看 这个是我说的 神对我们真好 说半小时就可以了 但是我自己对我的要求 但是我的要求 从今天早上开始 我不知道能够拉扯好久 但对我讲 我说主 愿我一生一世都在祷告中 不管我做什么事情 我里面一定要放言祷告 这是我今天的祷告 不管我怎么样的生活 我里面一定要放言祷告 当没有人的时候 我一定要开心祷告 为什么 我要遇见你 神把我们放在这个教会 不是一个普通的教会来的 我告诉你 这个教会要和服神的信义 这个教会又必提心 你我是其中的一份来的 不是可以也可以 不可以也可以 没有这回事 一定要可以 如果你hold on 抓住 这个船一直提心 我们不需要什么的 不需要怕的 也不需要有很多责任的 放心哦 就是在做这产权里面 一同摇 就一同摇 够 就够 做 就做 就可以了 你知道 谁是带领着我们的 是神自己 神的灵带着我们 神的话带着我们 要感谢神 我们神的家里面 也有器皿 也要被神提醒的 一群人 不是一个 一群人在前面 那我们的比较老一点 有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 但是要同心哦 一个都不要小哦 我每天都走在路上 还是走在路上 我说主啊 你知道很多人都不愿意走的 这条路 但是有一个姊妹说 昨天 前天她说 她说 虽然我一边留学 是我孩子要走 我也知道 我有一天 绝对会成为一个 核心心意的人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要这样讲 虽然对我们生命 有的时候留学 不如意 神的话 不对我很好听 你知道吗 神对我们的话 其实是对我们的要求 讲来讲去 都不是简单的 你知道吗 但是如果我们坐在节里 一同 一个都不要小 这就是我这个老妈 每天 讲不少过一次 一个都不能小 为什么 我不喜欢她嘛 为什么我也不喜欢这个教会 我也不喜欢这个这样这样 她要独行 要祷告她 不要叫我 我是不能的 那怎能在这个船 留下来 对吗 我样样都可以 虽然做得不好 但是我都坐在节里 对不对 那这个船 往上 我们的 高高信心 有一天 这个船的方向 向着主的目标而行的 在这个末后的时候 这个船长 但你有没有看到 如果你有看到这一点 你绝对不需要 人家教你读信心 绝对不需要 今天不需要 我站在这里 绝对不需要 你看到这一点 你不需要人家教你读信心 更不需要人家教你祷告 要吗 不需要的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人还是原有 还是神的忍敏 神你记得是神亲自对我们教会说的 说不管你喜欢不喜欢 一同 半个小时 祷告 摸到神的心 祷告神也会听 我们要为弟兄姊妹祷告 为别人祷告 莫勒 他是一个很伟大的 很大的传道人 常为别人祷告 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就叫他信耶稣 但是这个人总是不相信 但是这个人如果你不相信 慢慢我就忘记他了 但是他不是 他为这个人祷告了62年 这个人都不信耶稣 他离开世界都很痛苦 他就离开世界了 但是到他双礼的一天 双四礼拜的一天 这个人从远处跑来 看到他离开世界了 他说 哎哟 我现在要信耶稣了 所以今天我就讲这句话 告诉你 祷告是不落空的 你为别人祷告 那我死了 我都看不到他 那就没有办法了 最后一分钟 他还是会走过来 这一点你都要记得 他为这个人祷告62年 这就是说祷告 神会不会听 他是听祷告的主 不但是祷告 还要等候 这个很重要 什么叫做等候呢 我们各个就是等候烟火花的 就必了 重新得力 重新得力是很重要 你已经很累了 很累了 但是我们祷告的时候 等候神 等候神 所以我们要读信经 要祷告 要快点时候 等候神 等候神很重要 有一句话在等候神的时候 我常常都说的 信经就是说 这是我很以前的 我想三十年前的说话 Be still and let it know that I am God 你要安静 让我知道 你要知道我是神 这个四篇四十六篇 十节 但是呢 这个马丁路德呢 他改了翻译 他讲得很好的 这句话是我很年轻的时候 每次常常安静都想的 这个话 那那个马丁路德 就怎么样改呢 他就说 你们要安静 让我 就是神 来塑造你 你说这句话好不好 神怎么样用什么时候 来塑造 就是来塑造 是不是 塑造你 塑造 神用什么时候来塑造你 你一天都忙得不得了 对不对 你从头就忙 没有空的时候 还是想啊 想到很多 多余的事情 想满你的脑子 神怎么能塑造你 没有时间 所以他自己翻译的 真的很好 这句话 所以我读到这个信经的时候 我就讲这句话了 你们要安静 要知道 我在这里塑造你 好吗 当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 神啊 我等候你 叫我如云展翅上腾 主啊 我在这里等候你 求你塑造我这个人 这都是我们很需要的 一个人没有经过神的塑造 我告诉你 你真的那个用体难看得不得了 你自己都会最厌恶的还是你自己 所以真的求主来祝福我们 让我们知道等候神的好处 其实灵修可不可以把读信经跟祷告分开 可不可以啊 一定要加在一起 读信经 一定要加上什么 祷告 你读到什么的时候 你要停在哪里 对不对 你如果读信经就是看啊 看完看完就看完了 对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读到哪里 停在哪里 主啊 我愿意安静在你面前 求你塑造我 要睡不睡要时间来等候啊 是要的 主啊 是的 我睡要你这样 叫做等候 所以灵修不单只是读信经 祷告 加上那个等候 其实三样都要在一起 就叫做灵修 你的灵才能用神来收盖 你的灵是很自意的 你的灵是很小气的 你的灵是很以自己为中心的 你的灵是看不起别人的 你的灵是自主顾自己的 在什么时候神能够改变我们 灵修的时候 你会看到自己的缘用 一个灵修的人 他就慢慢活出一个灵 跟世界的灵是分开的 世界人的潮流 你会不会跟他一同 不会的 你慢慢是分开的 与世界就要分开 好像一个船 新耶稣好像一个船 这个船如果在海面上 这个水上面 可不可以走啊 可以 是对的 但是如果那个船 那个水 把那个船 放在那个船上呢 那个船还有没有用啊 就没有用啊 就会沉下去 我们在世界好像一以方舟 对没 在世界 虽然我们走在 世界的海面上 或风 洪涌在哪里转 很难 但是我们的这些船 绝对不能让世界的水 进到我们中间 如果让世界的水进来 你的船就会沉下去 而且你就会变了一个 手右腿的人 跟世界一样 没有分别 人家开那个 古古怪怪的音乐 你也感觉得很enjoy 对不对 你你我我爱啊 很好 很陶醉 你没有陶醉在神里边 跟神的你我之间 你要跟分的清清楚楚 陶醉在神啊 你属于我 我属于你 那个关系里边 这个需要什么 灵修的生活 你灵修 能够把你的生命改变 就好像以诺的灵一样 你就知道 创世纪第五章以诺 你喜不喜欢做以诺啊 我都很喜欢做以诺啊 但是以诺的灵 是什么的灵啊 他活到365岁 这个一定记得了 一年有365天 他活到神了怎么样 神怎么样 神就叫他与他同行 与他同行 是不是马上就飞到天上去呢 还没有 与神同行三百年 这三百年 还是一个地上的人 以诺活在地上三百年 但是这三百年 是与神同行的三百年 虽然他还是生而育女 过着地上人间的一切的生活 所以基督徒不是古怪的 你也一定要知道 不古怪怪的不是基督徒 基督徒真是不是古怪 是个很水火的 对不对 包容别人 别人犯错也不是 你都错了 一天只错 你又错 你又错 讲来讲去 这是最对 这些人 不是的 基督徒不是的 以诺还是过着 他平凡的生活 生而育女 这是平常的生活 三百年 一个长长的生活的时间 是与神同行 这个就是以诺的灵 但愿我们Holy One Church 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 每一个人 我们活在地上 都有一个以诺的灵 虽然我活在地上 但是我跟世界分别出来 世界的水不能浸到我里面 我是更分别出来 我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 对自己每天说这个话 叫你的灵被神提醒 是在我们的心也应该这样 你妈妈 你得发觉自己 你什么地方感觉有自己在 你都要放下自己 这个是我上几年学的 一看到有的时候 没有什么我都忘记 你一想到这个还是我 感到我自己在这个世上 我一定要弃绝你自己 那这样的人 必定能跟别人一同相处 不然人家看到你都怕 你也怕人 人也怕你 到底是怎么样 为什么 因为你的气太大 所以真的求主帮助我们 在一个灵修的人过程里面 要读信心 祷告 还要安静等候 对吗 用自己完全教托神的时候 你就过着一个分别为信的生活 你就用一个以诺的灵 那个生活 困难啊 很多难处来到 你不会发 你不会很多怨言 我以前的感觉自己 世界上最痛苦的人是我 你说傻不傻 真的 全世界最痛苦就是我了 你都不够我这样的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想法 曾经 何时 都有感觉到我最痛苦了 对不对 是吗 但现在我真的感觉我世界最快乐的人 那个快乐我都感不出的 我讲不出 但是我快乐 但是呢 如果你真知道世界一切的难处 就是叫你知道 这世界非你家 可以吗 那就不同看法了 那很多的幻想 你都可以放下 很多的牢记 很多的计划 很多的在你生命里面的计划 计划一大堆 你为了这个都可以放下 为什么 这个你就知道 这世界非我家 好像我们每个人常常都会说 寄居客旅 是吧 千万不要说成为一个口头禅 如果说口头禅 那多余 当你说寄居客旅的时候 你要对自己说 你真是一个寄居客旅吗 你的心放在哪里吗 放在你的家 多过放在这里吗 那个家会过去了 你所爱的人也会过去的 你以前爱的人是天上最美丽的 一个几十年以后也是一个最最最最的人 对吗 时间会过去的 最美丽最英俊最什么好的 都不是属于正常的 这是都会过去的 其实没有一样长存 没有一样 所有都会过去 你的心在主里面 那就是永恒的永恒里面 进到那里是最聪明的一个人 不要为第三个事情这么烦 如果你有灵修的人 你会知道这个世界 分飞你的家 你会发现自己的丑陋 你不会一天的感受自己的最对 你会知道你一天做了很多的错事 就差不多了 如果一天的感受自己是很好的人 我告诉你这些人没有用的 人啊 一天我不错 我信耶稣 为什么 我来聚会 他已经很不错了 还有什么不对 这些人绝对很难坐在这里 你一定要感觉自己远弱 自己的没有办法 自己的挣扎 如果没有神 我一天都不能活着 你有这个负求 我告诉你 你怎么hold on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你自己有办法 自己越有办法 如果神要抓你 就好像你有比较大的鱼 神要抓你 网都要大一点 那个欧都要大一点 才能够把你勾上来 但是如果神定义要抓住你 你是走不过神的手的 所以 你如果继续地祷告 你的心一定会越来越远 这是真的 你的灵 有一个永远的灵 人家说你 你不会一说 马上淡过去 不是 人家说你 是 怎么样的节奏 慢慢想 永远的灵 谦卑的灵 你叫看样样 都不算什么 为什么 当你生命被提醒的时候 你看地上的事 是不是很简单 记得咯 以后你坐飞机 不要一直上飞机 坐飞机了 每次我上飞机 我都看看 当你的飞机 越来越新高的时候 你再看到 你的房子 不过是这么小 小 你的窒息 窒息 这么小小 很重要吗 太大的房子 现在还可以看到 当你的飞机 再高一点 当你的生命 必提醒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看到你的房子 不过是这么一个小蚂蚁一样 可有 也可以 没有 你絕對不會放大一遍 放大一遍 看得很厲害 不會 所有的事情在你的眼中 你都會看得慢慢慢慢笑 你就對了 如果看到你的家庭這麼重要 事業這麼重要 我的計劃這麼重要 我告訴你 你還是在平地上走來走去 一個守幼體的人而已 如果神要提醒你 祂有辦法 祂的愛有辦法 不是我們願意 但是祂總是會抓到我們 祂真的求主祝福我們 活在這個世界 不屬於這個世界 好像以諾一樣活在世界 但是祂的腳踩在地上 但祂的心怎麼樣 與神同行 祂的心在高去 祂的地 祂的腳 生活 祂的人 還是吃飯啊 上學啊 做工啊 每天過著祂應該做的事情 當著祂的心 向祂停下 祂真的求主幫助我們 幫我們真的好好過一個 靈修的生活 記得這個不是鄭牧師的要求 是不是祂的要求 是嗎 不是喔 我要告訴你 不是喔 是不是祂的要求啊 不是 是神的要求 神對Holy God 眾聖徒的要求 是不是單單我們中門部啊 也不是喔 所以很公平喔 如果你們中門部要怎麼樣 英門部不需要了 我們糟糕了 英門部不需要 為什麼我們呢 真的很公平 真的 其實年輕的人 如果你現在學會愛主 你真的不得了 是真的 但是年老的人 現在不學會愛主 我告訴你 你是慘的不得了 因為你沒有時間啊 我們愛 我們愛 愛都那十年嘛 再來十年嘛 好 再來 為什麼不用金 你在前面那十年八年 所以年老的更要愛神 年輕的 因為年輕的 你單單起步 你時間三兩年 你想三兩年 現在變成一個很屬靈的人 是impossible 不可能的 告訴你 真的 神用你的年率 十年 十年 二十年 來造就一個人 但是因為現在時候不多 這是技術 所以很多的 都不是非常屬靈的人 都慢慢起來 千萬不要以為你是很屬靈 你是長得很遠 很遠 理解過標準 太遠 可是神恩帶著我們 快走跟隨他 所以我們這個教會是非常有前途 我講了這麼多 我就問問 有一個回應 不太難 千萬不要看別人 你真的願意 神啊 是你說話了 叫我們半小時 我這個 這個一條蟲雅各 都說自己是要條蟲的雅各 我這個是一個熟靈 一個一點沙塵的人 能不能答覆你 我願意 這半個小時 分別為性俗 我再問你 不管你怎麼樣忙都好 你有沒有 跟你的朋友 愛所愛的人 談話 談半個小時 難不難啊 如果我愛你都不得了 打電話 現在是25分了 還有五分鐘 就這樣 就這樣 我想都不會 真的 不要說男女的關係 你跟一個比較好的 親的 也好的 弟兄姊妹談話 是不是 我昨天跟一個姊妹一談 談完我看到1點24分鐘 談話了 如果我再告訴你 不是囉囉嗦嗦嗦的話 都是有點意思的話 你知道我不可以用很多時候談 1點24分鐘 那是三天的靈修時間 所以我們如果不能 沒有關係 如果願意的 求主幫助我們 我們不會祷告 求主用心靈來教導 用說不出的嘆息 按著神的旨意 為我們代求的 你真願意 負向你一點的主 你真願意 不是說你一定百分之百的可以做到 不過你願意 at least 最低限度你願意 如果人願意 都命定自己 我是不能的囉 那真是不能 你說不能的魔鬼告訴你 你就是不能 是嗎 如果我們願意的話 我們試試看 不是比著你 你真的願意 把你前面的日子 一生的年日 讓神來分別出 你是屬世界的 還是屬靈的 那個分別 那個界限出來的 我們請站起來好嗎 就祷告 不是一定 千萬不要說必定 如果說必定呢 神看的是我們的內心 你既然站起來 不是叫每個人喔 你答應神在我們教會的 那個條件 叫我們要愛他 能夠做的 我們講 不能的有沒有關係 絕對沒有關係 好 我們低頭打告 親愛的主 你說話了 是因為你愛我們這個聖徒之家的人 你不願意我們做一個跨民的基督徒 主啊 你要我們真的走上 你榮耀地回歸那個路上 這最初的一步 讓我們能夠讀聖經 祷告 摸想你的話 主啊 我們這一群人 你都看見了 我們是一群遠遠的人 有心卻沒有力的人 有心卻沒有力的人 有體雖願意 但是靈卻怨躍的一群人 喔 主啊 求你人民 我們死在你的面前 我們願意 求主 受接了我們這個願意的心 祝福我們每一個人 答應你最低限度的祝求 讓我們這次擺上一點時間 你必定打開你天上的窗戶 來祝福我們 喔 叫我們在你的呼召裡面 在你的榮耀的施工裡面 在你的監選的裡面 在你末後的時代裡面 在神的日期裡面 主啊 你一定提醒我們 讓我們中間站著的 沒有一個走不上去的 祷告奉耶穌基督的命 聖誕 聖誕